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子苦些也罢了 可有些事让人搞不明白 大人 您还记得那个完事不公挨了一顿板子的汪公子吗 汪公子 就是那个到郑家滋事的混混 在公堂上您发了他四十大板 内疆知府的侄子 正是此人 挨了大人四十大板 他至今腿还瘸了一条 可就是他到龙昌县当了捕头了 这种人怎么还能当捕头 他不仅当了捕头 他还开了几家烟馆 那小子没有再到郑家滋事吧 大人 您还记得郑家那个小媳妇长得倒蛮俊俏的 这个汪公子当了捕头以后 那个小媳妇又回到了汪府 成了姓汪的玩物 大人奇怪了吧 听说那个小女子还是自己 爬进汪家大门的 他不仅有钱 还有人做官 大人 坐 说句不中听的话 说不定什么时候汪公子当上副警的支线 也不一定 韩石这又是怎么了 他三天两头都得病 你说秦家就这么一根毒苗了 你可得小心着他 我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 就怕再出点啥事啊 来 把这个拿着 去给韩石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 太太 拿着吧 谢谢太太 玉林既然已经入了佛门 也算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 你说老爷都把生意交给子光来打理 也是万般无奈 如果将来韩石再顶不上 咱们秦家就完了 我也想再生一个 可是老爷他 在男人眼里啊 女人就是件衣裳 时间放长了也就不想穿了 你就把韩石照顾好吧 这妙红到秦家这么久了 肚子也没个动静啊 最好没动静 你还嫌不乱呢 我倒希望巧儿怀上 可上次太太说 要把巧儿许给那个叫二憨的言公 老爷也没拦着呀 也不知道老爷是怎么想的 除了妙红的事 老爷在大事上从来就不糊涂 巧儿也满十八岁了 二汉他娘伺候了我大半辈子 临死的时候我答应过他 将来一定给二汉说房媳妇 太太的心眼真好 其实啊 妙红心眼也不错 她是从青楼出来的 到了咱们秦家 按理说他比谁都在乎名分 可是我宁可把这名分给巧儿 也不能给妙红 你明白吗 啊 明白我明白 水梨一旦开蒸 不要说喝酒啊 就连吃饭都不得清闲 苦差一桩啊 骆大人办事就像下棋 总是步步为营 是啊 你我就是过河的族子 只有望前弩的份儿 没有退路 既然没有退路 还义他干什么呀 整吧 没那么简单 煤家案子面对的是一家人 可征收水梨 却是面对的数家 数十家 甚至上百家 这一刀下去 就会放倒一大片 众怒难犯 什么叫虎口夺食啊 难犯 也得犯 我是为陆大人的前途着想 前途 在大师面前下不了狠心 还谈什么前途啊 开征水梨为四川独有 省内数个产岩县 先行一步的只有两三个 傅景佑首当其冲 办好了可皆然美至极 陆大人功不可没 要是办砸了 陆大人的脸色不好看 陆大人您也脱不了干系 说什么都不能办砸了 既然是陆大人提出来的 就一定要办好 来 王老爷 我家老爷来了 快请 郑云弟啊 秦兄 深夜造访真是大不敬啊 这说哪儿去了 你深夜造访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秦兄说得对 还真是要出大事了 坐 快坐 水梨要增收了 今天一早我得到了一封怀信 这信上说下月初一增收水梨 美丹卢水增五文呢 下个月初一 美丹加五文 是啊 所以我连夜赶来就看秦兄有何见教 也好商议对策呀 你们先下去吧 我跟郑云弟说说话 好 那么一尘师爷看 水梨一旦开征 最容易出哪些乱子 我最担心的是两件事 一呢 是那些盐商会的干事 会领着盐商们大片的封井 封井 嗯 水梨是以井而争 这井都封了 离金上那生全 盐商们真的要封井 拼个鱼死网破 我陆某拿他们也无可奈何 既然房不胜房还不如不房 另一件呢 哦 那些新招募来的水梨官 未保私欲 循私枉法 盐商们本来就对开征水梨心怀不满 必定借机会酿出些事端混水摸鱼 到那时候 陆大人 您可就难逃其咎了 每当增收武闻 这不把人往绝路上逼吗 陆大人已经站在绝路上了 他还能放过你我吗 郑云帝现在不是你我说气话的时候 这个洛炳章是有备而来 你我绝对不能草率应付 难道就真的眼睁睁地看着他增收吗 那倒也不是 增收水梨是以朝廷的名义打的是筹措军饷的旗号 虽然大家怨声带道 可是谁也不敢对抗水梨 对抗水梨那就是对抗朝廷 那罪可就大了 按陆大人的秉信稍有不胜 可就会招致杀身之祸 郑云帝 真卿帝不就是个例子吗 这 不妨啊 我们就先顺着棺材陪他们走一段 我还就不信了 找不着他们的破绽 一旦找出缝隙来 我们无非破财免灾了事嘛 哎 只要那姓陆的再一天 这水梨一旦开征 就不可能仅仅是走个过场而已啊 那个陆基啊是对洛大人感恩 他太把增收水梨这个事当回事了 他这么当真 郑月帝 百密难免一输啊 我就不相信找不着点火的机会 一旦火一招 你我就负责往上郊游 这几天就应该找众盐商聚一聚 谁也不愿意白白往外掏银子不是 增收水梨游不得我们 可是每天附警集多少炉水 全都是我们盐商说了算 郑月帝 到时候你我稍有暗示 附警每天的集乳量就会骤减 这倒是一个没法子的好法子 但我怕真要这么干了 到时候又跟建三家寨时候一样 人心不齐啊 郑月帝你多虑了 那个时候大家是纷纷往外掏银子 难免有些勾心斗角 现在为了增收水梨 大家都是要护着自个儿的银子 都在一条船上的 再者说了 这卤水可在各家各户 盐井底下藏着呢 那可是拖不走的 真正拖不起的是官府 好 如果官府逼得太紧了 王某就封紧 陆某这次绝不再手软了 洛大人公文里有一句话 臣氏爷注意到了没有 什么话 洛大人就是洛大人 你可以不把我陆某人放在眼里 可你要是不把洛大人放在眼里 那就大错特错了 洛大人是怎么说的 是有这么一句话啊 你不是担心盐上们会大片大片的风景吗 让他们封 等他们封了以后咱们再发布告 把洛大人这层意思公布出去 到时候 陆大人 这招万万不可呀 大面积的风景 三年以后再开 会使川岩严重受挫呀 二来 盐商们突然失去这么多井 不可能在家静等三年呢 必定会私自开井 到那时候 大人您抓还是不抓 只要您一抓人 无事也会生出事来 到那时候可要出人命啊 臣氏爷这句话算是说对了 我陆某人就是要抓几个人 我就是要出几件事 就算上次抓梅真卿抓错了 这次 王正云出事 我就抓王正云秦日朗出事 我就抓秦日朗 我就不信我陆基阵不住他们 王正云 王正云 算你说对了 银子是白的 可我陆某头上这颗顶子 是邪染的 有朝一日 我一定要让王正云 跪在县崖的大堂上 能向我磕头求饶 求我饶他一条小命 怎么啦 今儿是 洗起来没完呢 巧儿 巧儿 这是最后一次伺候老爷了 太太说 从明儿起就不再让我进这个院了 她 哦 对了 洗漆已定了 嗯 哎呀 说起来真快呀 巧儿到秦家都十多年了 刚来的时候连这木盆都搬不动 太太对我说了 二汗一直在秦家井上干活 人也老实 跟着他呀 亏不了 老爷 巧儿不想家人 巧儿就想在这儿 就想伺候老爷和太太 哎呀呀 快起来吧 别说这种孩子话 快起来吧 老爷 您跟太太说 巧儿不想离开秦家 想不想都得嫁 你都十八岁了 再过一两年 女儿嫁不出去 秦家不成个罪过了 啊 听话 老爷 你不想要我了 嘿嘿 又说傻话 哎呀你别看我是老爷 很多事儿啊 我也做不了主 那得听道理的 叫这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 是不是 行了 不哭了 明儿啊 我告诉刘管家 让他从账房上 给你多支些银子 巧儿在秦家干得好 给你准备一份像样的嫁妆 快快快 我不要 不要 又说孩子话 不要 老爷 嗯 那等我离开秦家以后 你要多照顾自己 嗯 老爷起来 记得多匹件衣裳 啊 啊 别老喝两茶 啊 好 你少跟他们省点儿气 我知道了 说句心里话 就是 养只狗养只猫 十点久了 也有感情 何况是个打活人哪 好了 不哭了 我给你擦擦 啊 好了 好了 lotus 子答梅老爷全家问展 咱们赋景盐商会 还是头一次来召集大家聚谈 而且谈的是 增水梨这种大事 这无论如何 我得去露露面 老爷 您就别去了 让董管家代劳吧 是啊 太太说的是 水梨这事儿没几个时辰是溢不下来的 老爷身子出狱 怕是挺不住 也好 那就让柳青去 柳青抛头露面的不大合适吧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柳青替我主事都这么久了 谁不知道 再说还有董管家陪着 你去听听 有什么话就让董管家出面说 老爷 我 在有堂雄眼里 苏先生的女儿只是李家的姨太太 可是她只要一出这个院子 在附近众人眼里她可是钢总 钢总一出面说话半吃的意义可就大不相同了 那当然了 做什么事都得讲究个名正言顺 真要是钢总亲临会场 我等钢总会的干事们都得站在旁边保驾 连个座位都省下了 要真是这样 那我可不去了 让我在柳青身边站一会儿 我非趴下不可 对了 通知赵八爷了没有 这事儿 是这样的 秦老爷的意思是这回的会谈 这些人呢 知情李家的人出面就行了 所以就没通知赵八爷 那怎么能成啊 这赵八爷和李家是合伙人 要是把他搁在一边 那将来两家的关系怎么处啊 要不我们听听钢总的意见 董管家 咱们走吧 他们言商会要议事了 赵八爷 您来了 董管家 今天家里够热闹的 我一看门口听的轿子 我就知道秦老爷跟王老爷来了 赵八爷 没在客厅 一定是在后院 看望李老爷来了 我也去看看 赵八爷 赵八爷 王老爷 秦老爷 是来了 他们谈点私事 我看您这 听董管家的意思 是有赵某人在 他们说话不方便 是不是 赵八爷 那你拦我干嘛 赵八爷 这个 这个 行 我明白 有事瞒着赵某 我走 赵八爷 您先在堂屋里头坐坐吧 要不 您先喝杯茶 喝茶 我上茶馆喝去 赵八爷 赵 这 这 董管家 你不会以为赵某的口袋里 连喝茶的银子都没揣着吧 刘布 刘晴啊 有些事能低头的就低低头 当着二位老爷咱们也不说两家话 赵八爷这个人哪是有些精怪 但不会是那种恶人 有些话说了你也别生气 要说他对你有什么不敬的话 不过是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 他也就是嘴头上跟你耍耍 出不了什么大个儿 咱们哪 不能因为一些小事 和人家伤了和气不是吗 毕竟两家人合伙做买卖 不看僧面 还得看佛面嘛 叶腾兄啊 你这就难为姨太太了 能撑起这个家 姨太太实属不易啊 依我看 还是秦老爷想的周全 他赵八爷是什么样的人 我苏柳青没有资格去评价 但是敢背着父亲的言商 做足了手脚 独自买下官府超莫的梅家财产 这足以说明在大事上 他跟咱们大家伙不是一个劲儿的 风不风景 原本是关系到大家一起行动的大事 他这种人最好别情 我们李家到时候该怎么做 董管家去听听 能定下的就当场定下来 定不下来的 回来问老爷的事下 也是来得及的 那 就听钢总的吧 钢总就是钢总啊 厉害 说出的话一语中递啊 是是是 柳青 还不给二位老爷叙叙水 是 老爷 不不不 没喝呢 那就不客气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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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诸位诸位 我们大家好久没在一起聚了 今儿叫大家来 就喂一键吃 官府 要增收水梨了 诸位 大家我们都是吃同一碗饭的 据我所知 官府美诞要增收五文 未文 照此增收大家所剩多少 不妨先算一算啊 这还用算了 这还算一算 各位各位 咱们先听秦老爷把话说完 秦老爷你等拿了 你拿了 诸位诸位 官府增收水梨 据我所知 那是洛炳章洛大人倡议的 而且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我秦郎也没办法呀 那你说怎么办呢 诸位 我跟王正云王老弟 既然作为盐商会的干职 那么有些话该说的就得说 有些事该做的就得做 秦老爷 该咋办您发句话就是了 嗯 不是说 张老板 这个你可别高抬我了 这事可不是说 我秦日朗说句话就能办的 那我们怎么办呢 就是 诸位 诸位 你们大家听我讲 我奉献大家两句 一个是好自为之 一个是同舟共计 所谓好自为之呢 就是御师不要莽撞 千万不要补美老弟的后尘 所谓同舟共计 我们大家都是盐商嘛 对对对 御师就要相互间有个照应 对对对 是 秦老爷所说的 王某啊 全都赞同 特别是 提到同舟共计这四个字 我最为赞同 是是是 是 千万不要像 梅老爷似的 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扛着 也别像张老板一样 张口闭口西秦邦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 可是你遇到事了 他就连个招呼都不打 悄悄的溜了 你拿我开帅是不是 我找你惹你了 据我所知 朝廷首先选中了咱们副警来率先开征 那这个说明还没有定数 啊 我秦日朗整天在家里起天求地 但愿落饼张这是一种应急的昙花一现之举 等事情过后 大家可以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吗 啊 秦老爷 眼下该咋办哪 咱们又不能游着官府乱来不是吗 对啊 就是 你这话就说错了吧 对啊 官府从来没有乱来过 乱来的只有你我 既然这样 乱来又会怕什么 就是怕他老大活了呀 各位 王某虽然对水梨有些不满 但却只有尊章守计了 哎 什么尊章守计呀 倒不如说是逆来顺受 逆来顺受 并非什么都受 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 王某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想清楚了 这水纳税的真的已经够重的了 如今这水梨再一增收 那盐商们更是无利可图 万般无奈之下 王某只有封些井 哎 王老爷 是了 如果你井封了我们该怎么办 对对对 张老板 听我讲 我们怎么办 王老爷把井都封了 我秦之狼也扛不住了 我也把井封了算了 哎 是啊 那封了井 我吃什么呀 哦 赵八爷来了 赵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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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板 赵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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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八爹 赵八爷 赵八爹 赵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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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诸位 既然秦老爷讲话 大家就应该喜耳恭听 啊 听听秦老爷是什么意思 就是 听听秦老爷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有说话的份儿嘛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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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哈 秦老爷 大家议什么大事 赵某听听无妨吧 谭某蒙鹿之县厚爱 与众兄弟一起专事水梨征收 胆辞众人 谭某当率先锤饭 尽心当差 绝不徇私妄法 以不负陆大人期望 谭某有言在先 对半柴出色者 自会向陆大人请赏 谁坏了水梨局规矩 休怪本人翻脸不认人 都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 陆大人 请您训诫 蒙洛大人错爱 选中附警先行增收水梨 本官也是奉命 熟理此事 各位都是水梨局的差役 增收水梨的事 就有劳各位了 怎么增收水梨 大家心里都有数 唯望各位 刻尽职守 为本献争光 请陆大人放心 中假巴了 请陆大人放心 水梨 水梨尚未开征 有几句话 我先放在这儿 算作告诫 当此差事 吃饱饭不是难事 但若想吃香的喝辣的 那你是走错了地方 谁心里盘算着发大财 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若执迷不悟 非要在本官手下试试刀锋 那本官 就成全你 赵八爷您坐 你们大户封击严警不碍事 可我们警少 有的才两三严警 那一封吃什么 五二爷 你这话可就说差了 王某何许人也 就算有天大的胆子 他也只敢把自个儿的警给封了 我可没让你们跟着封警 你不是说同舟共济吗 要封大家一起封吗 这严警一封 谁有八九就废了 那李家呢 你们李家封不封 这事得回去跟老爷说说才定 什么老爷 倒不如说去问问姨太太 我早就听说 你们李家是柳青做主 你 你这是真实话 不要强人所难 李家的事赵某最清楚 这么大的事 还得李老爷做主 这再说了 赵某也是李家的合伙人 这封不封的 赵某也没想好呢 既然身为盐商会议员 赵某有两句话想说 以前附警的盐商就如同一盘散沙 各家都有各家的打算 什么怪事都有 可现在不行了 有盐商会了 最重要的就是众人齐心 不能再相互算计了 啊 对对对 秦老爷 你说赵某说的对吧 既然张老板刚刚问起风景的事 那我赵某今天就在这儿表个态 来 如果水梨还按五文一旦继续蒸下去的话 我赵某人自然会劝说李老爷先将与赵某合作的盐警封上几眼试试 赵某虽然和李家约定了盈亏各半 但是风景的破费 赵某自然留上 太仗义了 真是仗义 诸位 诸位 赵某此举纯属个人行为 既无跟风 更无怂恿他人之意 赵某爷所言极是 风景嘛 纯属个人所为 今儿就到这儿吧 各位 今儿就到这儿 大家都散了吧 回去啊 都各自好好想想 走走走走 好不容易把大家招来 也没拿出什么主意来 就这么散了 未免失去意义了 大家留步 主位 留步 坐坐坐 二位老爷也先请留步 赵某还有点事情想给大家伙商量商量 赵某爷 真不好意思 明儿我家丫鬟办起事 你看这几个留下的都是我的旧友 按照我们父亲当地的习俗啊 我们要再一起谈谈那个臭份子的事 所以啊 是啊 咱们就是为了臭份子啊 帮秦老爷家的丫鬟办喜事呢 好啊 这么大的喜事 赵某也想臭臭份子 对吧 我赵某人来父亲也不是一年半载了 是是是 你们说呢 对对对 是啊 秦老爷 赵某的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请您笑纳 谁说不是 告辞了 赵某爷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啊 走啊 走走走 秦老爷 你看 你家巧儿跟二汉 还真有点傻福气呢 赵八爷赏了一张银票给你呢 赵八爷 您是见过世面的人 这种小事儿就别放在心上了 行了 我一直视秦日朗为正经商人 没想到做起事来也是躲躲闪闪 不把我放在眼里 那好 既然只有李老爷把我当成自己人 那我们就合起伙来 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让他们瞧瞧 让他们谁也不敢小瞧咱们 这 怎么样 这惊天动地的事是什么事啊 这是你知我知不能让第三个人 老爷 赵八爷您来了 姨太太来了 姨太太快请坐 柳星来了 来得正好 赵八爷要跟咱们商量一件大事 你也一块听听 我能有什么大事儿了 我都让人当成了外人了 谁还愿意听我啰嗦 赵八爷你又来了 我跟你说呀 没人把你当外人 那秦老爷 王老爷就不说了 柳青也好 是董管家也好 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李家是盛是衰 就都指望着你赵八爷了 谁还敢把你当外人呢 怎么着 赵八爷的意思是让我提防柳青 笑话 柳青可是我们李家的姨太太 李家的事可都是由她拿主意 我没那意思我 那你刚才冲她弄什么嘴呀 我 我是说呀 我是说 改改改改改改改再说吧 赵八爷 您心里装着什么事儿 不说柳青也知道 既然两家合作嘛 集多少芦水 集一旦芦水卖多少银子 是该商量着办 可是封不封井 封多少井 可不是谁跟谁商量的事 谁的事谁自己担着 万一将来官府怪罪下来 也好有个说法 您说呢 那是 那是那是 不如意的事啊 常有八九 这些牙医啊是不怎么样 实在不行 明天再重新招一批 就怕时间来不及啊 征收水利这么大个事情 交到这帮人手里 这不自找麻烦吗 是啊 每人每月想银二两刚够糊口的 就这么点银子 我上哪儿找像样的去啊 刚才那帮人你也看见了 就没有一个我 我能看上眼的 包括那个谭老四 那个谭老四可不一样 谭老四是假大人举荐的 水利局那么些人 只有谭老四在衙门里干过 多少他还懂得点规矩 要是换了别人 陆大人 您连训诫的劲都没有啊 你说这有模有样的人 都跑到哪儿去了 大人 赵八爷求见 来 有模有样的人还真来了 来得正是时候 请 请他进来 这 听董管家说了那么多 其实 就一件事 风景 秦老爷和王老爷虽然没有明说 但也听得出来 他们想通过风景来表达对增收水利的不满 这也是没法子的法子 每当按五文征这眼睛也没多大转头了 秦家和王家虽然没有明确表态 但是咱们李家不能含糊 我觉得该跟进的时候就要跟进 咦 这柳青长进了 对 身为大户 做啥事前后左右都得看啊 与众人粘得太近不行 要是和别人躲得太远也不行 更不能像没老爷似的 背着大家做什么事啊 这风景是件大事 我跟董管家谁也拿不定主意 到了关键的时候啊 还得老爷您自己亲自定夺 看看再说吧 要风景还不简单嘛 赵八爷说要跟我做什么大事 好像也是这个意思 但是 您有话就直说 刚才董管家说 说是今天在临江楼有人要刁难李家 又是赵八爷出面给拦回去了 我就不明白 这赵八爷这么不招人待见 还三方五次地出面护着李家 并且为此得罪了不少人 你说他这是为啥呀 这我哪知道啊 你想啊 传言石打开要打进来 于是他就跟我打赌 这分明是给我吃定心丸嘛 这前些日子有人害怕征收水梨 嚷嚷着要退警 他呢 又出面把人全给了安徽去了 其实我也看不太懂他 不过我听董管家说 在生意上 赵八爷倒也没做过什么手脚 既然两家合伙 我也不应该对你说这么多 不过赵八爷对李家的事如此尽心 让我实在觉得怪 他不会对你真的动心了吧 老爷 我听赵八爷自己说的 他手上有一样东西 只很多银子 听他胡说 不就是上次和他打赌 输的那一千两银子 我几次要给他他都不要 像赵八爷这种人 咱们李家该防着他 躲他远一些 赵八爷对你有没有什么不轨之举啊 我没有 老爷我刚才说的可都是生意上的事 那你这就是孩子话了 生意上的事躲得开吗 嗯 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事 多半也是因为想的太多了 防人之心不可无是对的 但疑心太重 别人就不跟你打交道了 别人都不跟你打交道了 还谈得上什么做生意啊 你说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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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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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风吹将回忆追逃 你在与谁相守 那一掌不离不弃 如今是风只剩情愁 你走后时间已停留 还有什么感受 只祈求在许多年之后不同 酒已足够 若不能挽留又何必强求 红颜到白头又嫉妒春秋 总是这半生情愿就却放手般 我开始偏尽头 爱还在心头又何必开口 人生里奔走问什么缘由 纵然到最后后 由于坏闪口 留兑座 像谁诉说 若不能挽留又何必强求 红颜到白头又嫉妒春秋 总是这半生情依旧却放手放 花开是天尽头 爱还在心头又何必开口 人生你奔走问什么缘由 纵远到最后好与怀怀深后留对错 向谁诉说